最近两天中国的银行界发生了一个大事 就是纷纷的谣传南京银行出了问题 南京银行是一家上市的股份制银行 中国有非常多的这种 以某一个省会命名的银行 他们基本上都是上市的股份银行 基本上是服务于那个市的 所以像南京这种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 中国属于准一线城市 它的银行出了问题 那就是非常严重的了 南京银行是 它资产有1.88万亿 非常大 它在中国的排名是21位 所以在全球的银行界排名 都是差不多在100位左右 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体量很大的银行 它不再是一个像我们之前说的村镇银行 像河南出事的那几家村镇银行 那就属于县级 县级那种 而且一个县可能还有不止一家的 原来用什么农村信用和合作社改造而成的 而南京银行是服务于南京市的 南京市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城市 经济体量也非常大 所以南京银行它九九几年就成立了 二零几年就上市了 而且现在是上市的A股里面 银行当中的应该是比较靠前的 好像盈利是前几位的 这么大的一个银行 它出事 这就很不一般了 因为再往上的话就是中国的那几大 一些省级银行 以及中国那几大全国性的银行 这个谣传 这个事情从哪来 首先发布了两个新闻 中国 第一个新闻 那是南京银行的行长 就是突然在任职两年之后 自动的辞职了 就调任了 实际上是三个新闻 观念的 第一个新闻就是行长辞职 这个就非常的引人注目 因为一个行长 你是犯了什么事吗 为什么会出现主动的辞职 到底你这银行有什么大变动吗 是什么导致你的行长辞职的 第二个呢 是南京市任命了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的老总的负责人 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呢 一向是中国设置来处理什么坏账啊 就发生金融坏账的时候 银行出现巨大的问题的时候 中国一般就会设立成一个国有的资产管理公司 然后由这个公司来 来负责处理剥离啊 这个银行的坏账 然后这个银行坏账就不在银行的报表当中 那让银行能够生存 然后这个资产管理公司怎么去盘活 怎么去持有 怎么去处理这些坏账 它主要是防止银行因此而破产的 现在它突然认命了这么一个资产管理公司 专门在任南京的管理公司的头 任南京的副市长啊 主管这个金融啊 主管这个排除什么金融风险 那让大家联想到和南京银行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南京银行会需要啊 来来剥离资产 是不是南京银行已经出了问题了 因此有了这两条 呃 新闻之后呢 有一个 有一个分析师啊 他就在他自己的微信当中啊 做出了一个 就发布了一些言论 这些言论看上去还是比较爽人听闻的 这 当然除了这两条之外 还有一条新闻就是 南京银行发布了一个声明 说是他的工章要发生变更 说他原来的工章太多 用的太旧了 磨损了 他现在需要换一个新的工章 我们很少看到有一个银行 为了这个工章的变化 而发布这个新公告的啊 因为这属于事物性的事 你再怎么变 你不就是一个工章 就证明你的这个这个章吗 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暗含 有什么含义 为什么你要做这种正规的工章 变更的公式宣布 而且这个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没多久啊 这个新闻就被撤掉 这个评论师啊 某个某个证券公司 一个评论分析师啊 他自己的私下的在朋友圈里边啊 在他的微信微信什么 微信群里边啊 所发布的言论是这样的 他说南京银行出了大问题啊 南京银行因为和什么苏宁啊 什么他还没有指出直接是苏宁 他说南京银行的业务分成两大块啊 最大其中呢 他的贷款的40%呢 是和地产相关的 50%呢 是和这个政府的项目相关的 当然他没有说清楚这40%和这50% 是不是有就是交叉的部分 我相信是应该有 不是完全分开的 也就是说这个南京银行里边 40%贷款是地产贷款 50%贷款是和政府的项目 什么政府开发这样那样的 什么开发区了 什么经济开发区了 这样那样的项目啊 政府项目是非常多的啊 而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 以省会名字命名的这些银行 基本上服务当地的政府 当地政府就是把你当做一个小金库来用的啊 他要开发什么项目 从都是从里面啊 也就是说优先给政府贷款 支持政府的各种的项目开发 而我们知道啊 中国的地方政府对于地产 是多么的热衷啊 中国地方政府首要任务就是搞地产 我去也是参加过各种这样的团啊 就是那种咱就不惜说了吧 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回中国那些政府接待 某些呃 城市啊 你就先去那政府把你带去看的 他们这个地方带去看的 首先就是一个大沙盘啊 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区有什么样的规划 将来会新建多少多少啊 开发区有多少多少住宅 有多少多少啊 什么 商业的商业区新建都是在农民的土地上 在周围啊 新建出来一大片城区 他们首先搞的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展览厅 里面有个非常漂亮的沙盘啊 把这个前景告诉你 我要说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对这个房地产的依赖 是极为严重的 而且房地产是他们的一个现金流啊 就像个奶牛吧 他们的所有的钱都是从那边搞出来的 所以呢 这个南京银行就是服务于南京市政府的 搞他其中50%的业务 是呃 贷款是和南京市政府的项目相关的 那这个分析师 其实他说的这些东西 也就是在私人的啊 一个朋友圈 不是一个群里面说的啊 但是很快 这个信息 因为办事了南京银行的这两个新闻 就被传播开来了 那那第二天 或者是当天第二天啊 这个6月30号那天啊 那个那个股市南京银行就 当时就跌停了 当后来又返回去了一些 也就是这股价资本已经出现了异动 也就是说资本 在听说了这个事情之后 就采取行动 或者他们资本就相信了 因为这毕竟只是一个私人的一个评价了 一个分析师的评价 呃 大家就相信了这个这样一个评价 立马做出了行动 就把南京银行的狗家给他卖到跌停 当然还有其中更多的一些呃 传言出来说是南京银行的一些转账也出了问题 为什么大家如金工之了 因为中国的呃 乡镇银行就是河南那五家啊 还有河南安徽家家五家村子银行 当然还有别的地方了还没有曝光的 我们不知道 这曝光的这五家村子银行 乡镇银行出来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亏的这四百亿 就就根本还不回来 这个储户就拿不着钱了 所以现在中国的储户只要在小一点的银行 都是由金工之了 他们一旦听说这个新闻之后 首先 他们就会想到自己的钱可能就拿不回来了 而且中国目前从乡镇银行开始 到南京银行现在做的这个事 正在上演一出 将来马上就会发生到中国金融界出现大动荡之后 啊 很多银行出现破产倒闭和几倍 被挤兑之后 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 大部分人就会相信 政府不会按照他的呃 存款理赔的这种机制 来给你理赔 不是说你正常的这种呃 银行的存款是应该有保险吗 存款保险机制应该 五十万真的应该给你赔款的 而且很多老百姓没有五十万的呃 存款 真正有五十万现金存款的人 凤毛麟角在中国 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就没有这么多 所以呢 大部分人认为 还是很安全的嘛 反正我的钱在银行里面 但是发生的事情就告诉他们 他们的钱有可能会拿不出来 而南京银行做的这两件事 就再加上分析师的一个分析 大家就觉得 这分析师说了 在他的呃 微信 群里面 他说了 就是说如果这些都爆雷了 就是说不光是呃 因为地产本单已经出了问题了 那开发区一样也出了问题 那南京银行就有百分之五六十 因为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四十 有可能有交叉部分 我们就 他没有给出具体的数据 那我们就可以合理认为 南京银行可能有百分之六十 甚至七十的这个贷款 是和这些有巨大问题的地产 以及政府项目相关的 那如果这些都爆雷 就是他还不了这个 还不了息了 啊 这个贷款成为坏账之后 南京银行那就就得破产 按照这个分析师的爆爆料 南京的政坛将会发生大地震 因为中间有很多的问题 当分析师爆料之后 马上这个南京啊反应非常激烈 啊 中国整整体 首先资本市场反应的 我刚才说了 接停 然后呢 这个这个分析师马上受到政府的高压 马上第一时间出来检讨 啊 收回这个说着话 然后就表示道歉 说是自己的这个什么不实消息啊 就说的是 南京银行发布信息 马上发布信息 说是这是造谣 已经报案 啊 然后很快 这个 这个证券公司就跟这个分析师解除了 劳动合作关系 就解雇了 把这个分析师 所以他们的反应是非常快的 但南京银行发布了这个公告 说是他的经营一切正常 还说什么盈利啊 这样都是很正常的啊 运行正常储户也可以取到款 但是我觉得这有点刺激 501 3002的味道啊 其中最重要的是 他没有针对这个分析师 对他的这个这个具体的说法提出 提出回复 比如说你是不是多少啊 在银行你的资产是不是多少是在 贷款是银行的贷款 啊不是啊你有多少贷款是地产贷款 他没说明这个 你有多少贷款是政府项目贷款 他没有说明这个 因为这个分析师最具有爆炸性的 就是这两句话 40% 50% 你如果想反驳他 你想澄清 你想让金融界啊 金融圈对你的这个公司的疑虑 消消消除的话 你就得针对这两个进行说明 你就得说你的地产贷款是多少 你其中有可能是坏账是多少啊 你就得拿出实际数据说明 你没有必要一开始就这么激烈的 采用行政手段 去逼那个那个分析师收回他的话 并且道歉解雇他等等 那些于事无补 这分析师提出来的问题 你正面去回答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不去正面回答分析师 对你的这个指控 那你就间接承认 而后来传出了更多的消息 说南京银行就除了这个 南京银行这一次的问题 和他的 他和几个公司的关联相关 当然了像和苏宁 苏宁就一直就是要破产的 这样一个公司 因为苏宁他也除了在电商之外 他也涉及到了那个金融 他同时也涉及到地产 苏宁也有非常多的坏账 当然还有更重要一点是和恒大相关 恒大呢 他拖欠了一个南京本地的一个大公司 这个公司主要是搞建筑的 建筑施工的 这个恒大因为自己完蛋了 他就欠了这个公司非常多钱 这个公司本身也属于就是命悬一线 然后这个公司因为自己 因为恒大的原因 恒大 这个公司自己活不下去的话 那这个公司也给南京银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因为它是南京本地的企业 并且南京银行在那有很多的贷款 这只是一种说法了 我相信除了这个之外 那政府的那项目就更是堕如牛毛了 实际上中国的地方政府 因为这个地产 地产在17年18年出了问题之后 它没有及时的去切除这个肿瘤 它就保护这个肿瘤 中共因为中共别人叫它共产党 不叫它共产党 叫它地产党 它在这几年 在后期 在最近十几二十年 中共是依靠的地产活的 它从地产上吸取了非常多的血 普通百姓的血 获得了极大的财富 但是它也养成了对地产的极大的依赖 没有地产 中国的地方企业 地方政府就无法运行下去 而这个地产造成的问题 所以它1718年的时候 它没有敢于切除这个肿瘤 而相反是到处去骗 用P2P 骗了这些钱之后 继续养着想让它地产解困 最后结论是解不了 现在地产又更大了 这个泡沫 这个肿瘤又更大 现在大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这个地产已经无以为继了 实际上地产 你看最新的新闻 深圳去年的房产销售量下降了60% 这个都是很恐怖的数字 这就说明地产已经做不下去了 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已经就运行不下去了 在这个之前 它地方政府出大问题之前 就是它这种地方性的银行 比如说像南京银行 会出大问题 所以就到这个时间点 所以南京银行出问题 一点都不让人惊奇 一点都不意外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类似于 什么其他省会的银行 会纷纷的出问题 因为空了 建议银行已经被这个地方 地方政府对建议银行 具有建议银行的董事长 建议银行的行长 全部都是地方政府派任的 虽然它是个股份公司 虽然它是上市的 甚至有的还引入了海外的这种战略伙伴 但是建议银行本身的领导 管理层高管 都是政府任命的 相当于政府的官员 所以这些政府对他们 可以说是有多少钱 他政府就能拿到多少钱 所以他们就是政府的金库 不奇怪南京银行出问题 而且我认为这个不是空穴来风 然后其他各个地方也会出问题 我觉得如果你 而且给大家的感觉 为什么老百姓会 会panic会恐慌 原因是因为这些银行做出这些姿态 都是意味着他们要赖账 他们不是想真的给你进行银行存款保险赔付 不是 如果银行破产了 马上要发生南京银行给大家所演示的 包括那些村子银行 演示就是政府第一时间会用各种理由来赖账 他会把这个编一个故事出来 比如说为什么南京银行行长会掉走 为什么这个工章会坏 是因为行长的话 他以后就会让这个行长背锅 甚至其他的员工 新换个行长上来 他可以就是说不是他的责任 都是前任的责任 他可以采用这种立场 然后你现在追责不了他 而且他不是说你是正常的存款 他会把这个炮制成一个什么腐败案 什么内部员工 什么勾结这样的案件 这个案件不在你存款保护 不是他一样经营的问题 是中间有人把这些钱骗走了 等等 然后他就会把这个进入一个 什么行政的也好 行事的也好 一个处理程序 这个程序一下子会拖好多年 反正你到那去 你由那个人他正在追逃也好 追赃也好 然后这个是一个案件 这个案件没有结束之前 你的财产冻结状态 你根本就拿不回来自己的钱 这就是他们准备做的 为什么把工章换了 工章换了以后他就可以说 以前的工章失窃 或者以前工章被人盗用 而且以前工章盖着那些 你那些存款的各种的合同 这些全部作废 很有可能他会采用这样 因为对他来说 他已经到死到临头了 对他说没有更多的办法 他也没有钱来赔你 他要赔你了 其他人怎么办 我早就说过这一点 其他人怎么办 他不能开这个先例 所以他必然是赖账 这已经到了 这个属于癌症 已经开始发作了 这不是说 村镇银行那种 细枝末节的小的东西了 现在开始主要器官了 像南京银行这种排名 21位的大银行 他已经快不行了 这就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他一个重要的瘡器 已经出了问题 中国的金融危机的总爆发 已经非常非常近 所以如果你们在这种地方 银行有存款的话 我建议大家还是保险一点 可能最后只有现金 最后只有现金最保险 当然了政府最后 有人说为什么不用印钞的方式来解决 太大了 这个规模太大了 那中国总传款 比如说中国的老百姓总传款 应该是大概在60多万亿 还是100万亿左右吧 据数字 现在我一下子想不起来 就这个数字 比如说如果有一半的都成坏账了 你政府一印就要几十万亿 这几十万亿 一下子这个物价就疯狂了 到时候你全是钞票 这个社会上 就没有购买力 这钞票就没有购买力 就没有多少食物在那 而且一旦你印钞 就会引发一种恶性通胀 这个恶性通胀会导致 会导致这个 你根本很多生产就进行不下去 就是说这个社会上的这种商品就更少 这也是为什么它很恶性的原因 好 这是今天我先评价到这 咱们下午再聊 拜拜 拜拜 咱们下午再熬